李世光同学真是一股轻流 刻骨爱钻研 这么身体的特性 认识给整了出来 我们知道冬青骑士会发射小冬青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 把冬青光标拉出来 当冬青被冰冻后 会发生什么事呢 答案就是 冬青被定格冻住了 用马铃薯解冻试试 可以发现冬青骑士一动不动了 而我们也无法拉拽光标了 无法再次发射冬青 如果僵尸再次走进冬青骑士 冬青的被动攻击 也是会发动的 把僵尸给干掉 那么卡住的冬青 有没有办法恢复呢 但是有的 只有给一个叶绿树 冬青就自然恢复了 这个特性也挺好玩 这时候小萨就要发挥严战思维了 其他的手动植物 有没有这个特性呢 我们先来试试香蕉 打开光标 等待香蕉被动住 动住的一瞬间 紫色的光标消失了 再试一次 还是消失了 香蕉是不行的 再来试试湖记冰仙子 冰仙子直接没戏 因为雪球根本不能动住冰仙子 还有一个手动植物 爆炸结梗 这植物没问题 被动住了也能释放气球 解冻之后 虽然爆炸结梗还能动弹 但是气球无法拉拽了 这是大招能恢复吗 大招之后也不行 这植物还真是特殊耶 各位同学对于这一特性 有什么看法 欢迎积极留言评论哦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